音乐买的四个封信子种球 那是天冷 打包都做保温的 有两层包裹 比起一些简单粗暴的 这个老板还挺细心的 种球看着也还可以 稍微有点瑕疵 但对得起它们的价格 基本满意 它们很争气 二月中旬就冒头了 一天天长大 除了浇水外 其他都不用管 就是个头始终矮蹲蹲的 一度担心长得太慢 来不及长花剑 错过季节 还好 二月底就长出明显的花剑了 那时才真正放心 因为是第一次土培封信子 还没什么经验 只是有点可惜 有个球一直没动静 当时就以为 可能是生病了 或烂掉了 好在三日初 第四个也开始发动了 可能是种球关系 长得比别人慢一点 后面就接连来了 好几个大太阳 温度最高达到25摄氏度 花苞虽然长得矮 但也开始显色了 隔了五天左右 有一天晚上 突然就发现花都开了 三个球基本都差不多的状态 颜色虽然不全对板 但也喜欢 三月十一号 有两株已经开始花线 就第三株还在颜值高峰期 然后我就期待 第四个球的开花 三月十八号 还有一点花能看 不舍得掐掉 两个开败的花剑 已经被大人掐掉了 这是一周后的样子 花已经没法看了 花朵都干巴巴了 叶子倒是还挺健康的 有点小遗憾的是 剩下那个球的花剑也消包了 把残花掐掉后 剩下就是好好养球了 原本选土培 是想营养比水培多 花期怎么都能更长点 没想到 它们不按你的剧本来 我觉得最大原因 可能还是那几天 温度升得太高太快 换个直射光时间 短一点的位置 轻温偏凉快点 花期应该会更长 明年再试试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